這邊整個下去 這邊都裂掉了 名帥地板出現一條大裂縫 住戶好擔憂 安全 受到威脅 出往中間那一間 那個中間那邊 都卸下去就裂開了 這邊的牆壁也都裂開了 這棟公寓的外頭 外牆出現了多處的軍裂 其中還有寬度 將近一根手指塊的裂痕 蹲底來看 牆面和地面也分離掏空 這棟五層樓的公寓 大約有二十到二十五戶 除了常住的住戶之外 也有出租給學生 但疑似因為附近工地施工 造成臨房損壞 這處工地正在進行的是 瑞平安居社會住宅 傳出零損情況後 緊急停工 我們就是說用灌水先把這個 內外水差能夠把它平衡起來 然後減緩這個建築物 它的邊位 那後面就是10月11號開始 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 CGP的灌漿 那今天會進行這個區塊的水平支撐 再加撐 而縣府也不敢大意督促施工單位 要確保安全沒有疑慮之後 才能夠復工 過去在我們使用主要核發之前 我們會請廠商提供民眾的核檢書 就怕重演機態大職事件 社宅要復工 加強保護臨房的安全措施 得先完善來確保住戶的生命安全 華視新聞中文小星景玉林評論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